两单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来都是电视剧里或电影里经典的桥段,比如小舍得啊,小别离啊,和小欢喜之类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也许现在看视频的你也经常被孩子骑着跳脚,或者因为内卷的压力呢,要天天跟他们斗智斗勇,催着他们学着学那,怕他们以后在社会上不能脱颖而出。 也或许你经常被自己和另一半的父母唠叨的头大,暗自下定决心,等我以后老了,绝对不能像他们一样,招自己孩子这么烦。 欢迎你来到沙发时间。 在这一期视频里呢,我想结合一位印度智者的话,和当下流行的段舍离这个理念,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面对两代人的冲突,以及解决常见的三个矛盾的方法。 这是我第二个视频,我自己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背景,平时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自己也有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 开这个叫沙发时间的YouTube频道,就是希望在轻松的环境里展开与他人的对话,探讨如何促进和家人,以及周围人的关系,完善和提高自我。 我会每周推出相关话题的分享。 如果你想定期观看,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回到主题,小欢喜里面,高中生英子,以前乖巧懂事,又是个学霸,但在离婚母亲的高腰下呢,就要去自杀。 看电视的观众朋友肯定都能够旁观者清,这明明是英子的妈妈单方面将自己的愿望强塞给英子,把她当作自己的附属品。 那到底如何解决父母和青春期孩子的问题呢? 印度的智者萨古鲁用一个大象的比喻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Nobody is occupying the space that you want to occupy. It's not just among human beings, especially among elephants. You will see suddenly one young bull elephant going all over the place, angry, pulling out everything, because he has a fight with the bigger male elephant in the herd. 孩子是从父母那里来的,但他们并不属于父母。 就像成年的大象在他长大以后,他要建立自己的领地, 所以他会跟其他的成年大象产生冲突。 孩子们呢在13岁以后就开始有更多的自我意识,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还不是很强, 那看似可以被父母更多的引导或建立规则。 但是当孩子开始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以后, 身体都比父母强大了,高大了, 那就像是一个成年的大象要开始争夺领地的时候了。 这里呢我想用断舍离这个理念来解读萨古鲁对如何面对两代人冲突的回答。 首先呢,断是指断绝想买回家, 但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 在这里呢,我可以把它解读成是说, 父母不要强加给孩子, 父母认为需要做的, 但也许并不是个孩子的东西。 比如说,我外国的同事, 总说中国的父母给他的刻板印象就是, 孩子一定要学钢琴, 所以父母内卷的焦虑就是觉得自己孩子不学钢琴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但是孩子并不一定适合, 比如我知道有的孩子就喜欢在乐图里面去练习乐趣, 但是不喜欢自己弹钢琴, 因为个性是喜欢团体运动的。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乐理知识啊, 培养兴趣爱好啊, 那就真的没有必要去强迫孩子学钢琴, 可以鼓励他去参加团体类的音乐活动。 所以总结一, 父母要断掉自己认为, 但是实际上孩子并不需要的东西。 萨古鲁又说, 不要一切都给孩子包办了, 不要什么都替孩子做, 给孩子机会还有空间, 让他去反作物。 我把这个理解成舍, 舍的本意是舍弃家里的破烂, 那些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 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行为需要跟随孩子的成长, 而适应去丢弃和调整。 比方说, 小孩子我们需要父母给喂食, 洗衣服, 但是等孩子大了呢, 自然就都可以自己吃了, 自己也可以用洗衣桶了, 洗衣机了, 那很多做决定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小孩子要不要考什么试, 小孩子要学习什么兴趣爱好, 应该尽量给孩子自己机会去试错。 总之呢, 对于父母已经建立了一套育儿习惯, 要勇于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敢一放手, 让孩子去接受锻炼, 而且要信任他们能够在试错中来不断成长。 那如果父母老了, 希望孩子照顾, 必须是父母要有大智慧的。 这里萨古鲁用了一个词, 我的理解是有敬畏心的意思。 虽然萨古鲁并没有具体展开是什么样的智慧, 我的理解是可以以任何形式来展现。 再回到电视剧《小欢喜》里面, 剧中的刘静与英子并不是母女关系, 但是他们却跨越了年龄界限, 成了闺蜜, 让彼此觉得是心灵相细的。 如果你的孩子在任何年龄阶段, 他都愿意跟你交心, 那么即使在你年老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他也会很佩服你给他的智慧。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在我们在做取舍之前,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孩子需求, 不要强加给他, 并不适合他的选择。 舍的意思是, 很多年来跟孩子相处过程中, 所建立的一套模式, 如果不再适合的话, 我们要有勇气地去做减法。 李懿的意思是说,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能有一个独立的心。 最后再次感谢观看, 如果觉得有帮助, 请支持点赞, 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请给我留言, 这样会鼓励我继续发 大家感兴趣的视频。 谢谢, 下次再见。 。